民眾走在人行道上 卻被停在上頭的車子 擋住去路 在信義區安康里內 由於捷運施工的關係 這樣的情況天天上演 他們這邊是 唯獨這一段是沒有人行道 也沒有所謂的標線型人行道 什麼都沒有 那人走在這個路上的時候 就有點比較 形象還生的這個狀況 原本松德路133巷口 叫到信義路6段33巷前 並沒有化身人行道 加上信義路6段又是交通要道 行人走在路上 常常被暫停的汽機車擋住去路 現象還生 捷運局在這方面 也是特別針對這方面的安全問題 還特別劃設了一個 所謂的人行通道的一個設置 只是說這個人行通道 劃設下來之後 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 就是說不要再占用到 這個人行通道上面了 真的給我們的行人 留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經過安康里長萬宇恆溝通協調 捷運局從善如流 協助劃設了人行道 希望還給里民安全的行走環境 也希望交通黑暗期盡快結束 讓人車真道的情況不再上演 記者討論的話 柴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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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